武器渔港上周末游客突然涌入 引起民众忧心有群聚问题 针对这周围解封首日 台中区一会除了基本的防疫措施 采单一出入口实名制 也规定渔港的直销中心 人流控制在500人左右 解封当天游客零星 而随着疫情趋缓 业者对围解封也相当乐见 业者将活跳跳的鲜虾粉皮住持 等待客人上门 武器渔港围解封首日游客零星 相较于上周末的来客数 明显少了许多 而为了防止游客暴增 引发群聚问题 台中区一会除了设置单一出入口外 神明制良体温加上直销中心 500名的人流控管 要在尾解封后做好防疫工作 直销中心这边大概可以容纳 大概是500人左右 今天来说这样的人潮 差以前差很多 因为还是有受到疫情的关系 不然的话我们快12点 然后线到的也要进来 这个时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人是很多的 疫情期间 武器渔港内的渔饭业者 仍旧正常营业 但业绩可以说是相当惨淡 少了至少五六成的客人 对于这一次政府宣布为解封 人潮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业者对此也是相当乐见 认为只要双方做好防疫 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我们真的影响很大 如果会解封人潮也比较多 可是会不会说怕怕的 就是说人潮量不多 大家注意一下防护 注意一点就好 因为我们渔饿做的措施都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然后都有倡导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并且监察到五六成的客人 对啊差很多 因为人有多多有多回省一点 只要看好别人 所以不知道 为解封首日熟食区的业者 大部分都还是选择休息 台中渔会也表示 渔港内熟食区加上生鲜区等摊位 共约有207个 而为了维持业者生计全部采开放营业 加上摊贩平日彼此都会错开时间公休 一部分也减少了群聚的疑虑 期盼为解封是个好的开端 兼顾安全及生计 记者在外台中采访报导